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今集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經理好德 兩位疫症反覆 上星期,印度的確診數字又達新高 經濟方面,實體經濟有可能比想像中會繼續差 香港出現了第一季經濟數據,比想像中好 詩先生認為香港的情況,會否有機會回到疫症前水平 即使疫症未離開 長遠,我認為一定有 一定可以回到疫症前,會比疫症好 第一季經濟數據,顯示香港的GDP增長了7.8% 應該有差不多10年 以增幅計算 去年技術低 去年是低 但跟普通市場上,一般估計增長3.5% 是大了一倍 雖然市場估計,跟政府的數字有時不一致 但差遠,我認為市場之前,普遍是比較悲觀 悲觀的一個原因,就是單身香港的角色 在美國的制裁下 以後就難以發揮 因為美國制裁要撤銷香港的特殊地位 給你的優惠待遇 當時亦有很多輿論,以後香港就沒有機會 美國自己說,都要你變成一個中國的普通城市 所以在這種陰影下,大家都看得比較悲觀 實際出來的數字,就沒有那麼悲觀 而且,這次的動力,不只是靠本地因素 而是,本來說,會受到美國制裁的因素 反而對GDP的增長,帶來更大的 contribution 即是,本地消費增長1.2% 政府開支增加6.2% 即是,不是純粹靠政府使用錢 或是人自己的消費 那裡,對整體的7.8% 不單止沒有貢獻,還拖低了一點點 所以,最主要的力量,來源於貨物進出口 以及服務行業 那些是,理論上,受美國的制裁影響最多 所以看到,美國的制裁對香港的影響 不像想像中那麼大 如果這方面的影響不大 香港以後,還有角色扮演 這個數字,亦反映中國的外循環 其實,沒有萎縮度 當然,有些位,跟美國貿易多小都少一些 但有歐洲、東亞補充 所以,香港如果略為走小小位 我相信,經濟是有發展前景的 所以,我對香港的前景,比之前樂觀了 施先生,你提到貿易方面,香港的增長比較快 以我所知,投資市場,一些關於貨運的股票 近幾個月,變得非常好 浩德斯基金,有沒有持有類似的股票 或者,貨運業在環球的復甦之下 股價水漲算高 施先生也提到,香港受惠於 無論中國、美國、全球的經濟增長下 貨運、服務的交流,好快很多 尤其是,對比去年疫情剛開始出現的情況 大部份的需求,由比較低的基數 因為去年,大家對前景信心比較差 慢慢逐步回升,需求必定逐步提升 當然,除了疫情更進一步 我相信,未來需求增長就會加速 因為,大家永遠一步一步摸著石頭各河 疫情受控下,應該會好一點 過去幾個月,見到很多行業 因為做生意,對前景審慎的時間 很多資本開支、計劃都會暫停 生意不好的時間,大家會防守一下 突然間的需求,見到很多行業 都會出現一個樽頸 包括我們之前提及過的芯片 現在大家看到很多資源股 礦、銅、煤等等 而這個航運,其實都是類似的 上一個很黃金的航運年代 其實已經是幾十年前 近年航運,不算是一個很爆發 或者很高增長的時代 大部份船的供應,都是比較慢 很多貨是找不到船位落 我有做報紙,報紙要印 買很多白報紙 最近白報紙的價錢,升得很快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運不出去 船全部預訂滿了 而且可能亦出現水手、船員不足的情況 我相信這方面 公司賺不賺錢,我不知道 但成本會增加 如果看看很多航線的船費 其實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比上幾個週期,現在的貨櫃運費 其實是創新高 側面反映了,很多行業都出現 經濟復甦需求,但供應不上 這亦對應分,大家近期很關心 為何很多成本上漲、通脹的壓力 只是一樣 大家生活上都會看到 買豆,大家平時會收費 無論各方面的成本,各方面的原材料 都開始有壓力 部分是回應,因為整體成本都在上漲 我也認識造廠的朋友 他們反映,訂單依然陸續有例 沒有減少 他們在國內造廠 之前曾經有一個擔憂 起碼我有一個擔憂 我怕疫情一舒緩 其他地方恢復生產 歐美國家就會不訂中國貨 以前為何要光顧中國? 因為其他地方經濟停頓 他們之前訂出來的策略,是要切斷與中國關係 其他地方有一個生產,便會搬到其他地方生產 但我跟造廠的朋友說 他們未覺得這種情況已出現 這是政府的想法 商業機構 他們都要看產品的價格、產品的質素 不是純粹,政府一聲令下,便會改變 造廠的朋友分析 他認為下一階段,可能對他更加有利 現在先復甦的是歐美 第三世界是未復甦的 歐美是中國的市場 市場復甦,便會多光顧 第三世界是跟中國競爭的 競爭那批,現在疫情很嚴重 市場復甦,便要光顧中國 暫時未有其他選擇 中國便更加得益 另外,我跟廠家,有些都不純粹在大陸生產 前幾年開始,他們在歐美的買家 已經放聲器給他們聽 你找一部份生產,去中國以外的地方 不要全部留在中國 將來他們自己的國家 如果將來限制他們買 你就很麻煩 廠家嘗試去其他地方,去泰國,去孟加拉,周圍去試 但試過效果不好 即是你那邊的基建設施 你那邊的工人的質素 都跟不上 你便叫我去那邊生產 生產出來的產品 你又說不行 你又要我繼續,大陸那邊的廠提供的才要 那便轉移,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所以大陸的生產都已經有一定的優勢 在裏面,不是那麼容易逆轉 師先生,你講的情況 浩德,會不會想起一些工業股 有可能是得益的呢? 即是內地的工業股 或者相關與生產有關 其實現在的工業生產 其實隨著國內的需求和國外的需求 都開始好 其實他們都 在頂單方面都不錯 不過最重要是看 其實他們很多都要面對成本 以及所謂的deliver 可否交切得切 這段時間 其實你見到為何舊經濟的股票 相對來說,好像能夠比較受惠 這些情況之下,在剛才的討論 都不斷說到,價格似乎向上 如果香港的情況,外貿是好了 如果疫情真的舒緩了 裡面的投資都大了 香港本土投資 你認為會不會第二、第三季經濟更加強 甚至乎我們很擔心通脹的香港 明顯地會出現 香港是一種對外形的經濟 經濟增長,很多部份都是靠進出口貿易和服務業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會的基礎依然存在 我認為接下來的經濟有機會比以前更好 向外的部份沒有受影響 至於旅遊業、餐飲、零售等 我認為隨著疫情過去,會陸續恢復 一個是疫情因素 另一個是受到上次社會運動 因為對大陸來嚇,有一定的針對性、歧視 令到他們不下降 我認為遲些,大陸會推動香港消費的機會很高 因為中美在處磨擦、鬥爭 美國要千方證明制裁有效 大陸亦想證明制裁無效 香港也想好好看待 我相信政府的高層或內部的政差 令到他們繼續下來消費 給予香港相對繁榮的景象 聽說,施先生對香港前景或零售都相當樂觀 施先生問你一個私人問題 因為早前傳聞,施先生增持了商鋪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都定期訪問施先生 我知道過去幾年,你可能減持物業的機會 數量比較多 反而近來是增持商鋪 是否真事?為何會這樣做?施先生 我買了一些舖位,事實上我買了舖位收租 舖位是紋身舖位 經營的,是針對本地的需要 雖然我將內地遊客會增加 但我未曾第一時間去買旅遊區 以前最貴的舖位,買穩陣的紋身舖位 他的業主是經營者 起碼與經營者的關係,他售後租回 我見他的租金,亦是一個合理的租金 不是說以前很貴的租金租下來 就撐著回報率製造出來的虛假價值 他已經減低租金,以及他的生意都不錯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是經營得下去 買來收租 因為我正在做生意,有資金 有公司、地產代理、有盈利 盈利我都會分配在不同的資產內 會買一些股票、地產、債券 各方面都會買一些 先生,對上一次買商鋪是何時呢 我很久沒有買過商鋪 很多年第一次出售 看看之前有沒有買過商鋪 當然有一定的商鋪,但很久沒有買 商鋪有一段時間,因為大陸來客多 升到一個驚人的價錢 令到我都覺得買了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沒有買 最近我認為租金跌得差不多 起碼本地需求,已經穩定了 師先生,需要看有沒有新的資金收入 有的話,都會考慮 所以買商鋪或考慮的朋友,都可以阻礙 事實上,我都可能遲了 根據土地註冊處登記 過去那季 工商鋪類別的非住宅物業交投 增長了超過百% 一倍多 所以已經有人早著先鞭 希望這個趨勢繼續下去 剛才說到通脹 最近,美國財長贏了 我們說說美國 突然出口術說 有機會經濟過熱,通脹重現 是會加息的 然後美股就立即跌下去 港股也有少少調整 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通脹加息,我們討論了好幾次 究竟會不會是市場仍然未消化的消息 消息一出來的時候,就會很驚慌 我覺得最重要,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去年疫情這麼差 但見到全世界的金融資產升了那麼多 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因為印了很多錢 大家都明白 所以,假設能夠繼續充裕的話 就對整個所有資產都是好 假設一收的話 其實影響是大 所以,為什麼市場每次去 這麼關心這個議題 不過,今次你說耶倫出來說 市場有幾個比較明顯的反應 大家都知道 耶倫現在的身份是美國的財長 不是聯儲局的主席 雖然他以前都做過聯儲局的主席 所以,由他去品評利率 貨幣或貨幣政策,其實是有些奇怪 第二,我們中國人說 不在其位,不謀其正 他明明負責做財政政策 就說一些貨幣政策 令市場有些奇怪 當然,他說出來,突然間要加息 大家是最害怕的 所以,這件事 剛才你說過,市場 股票市場的即時反映 其實是大 像插水式一樣 但是,如果你看到實際上 債券、債息 就沒有說,因為耶倫出來說話 那一晚,反應不算很大 當然,最重要的是 其實耶倫就轉頭發覺 他說完事後 市場的反應比他想像中大 他都走出來 所謂叫做補獲 他都非常尊重 聯儲局的獨立性 他說的東西 不是一個猜測 亦都不是一個建議 希望平安撫市場 不過,這件事反映到 大家要明白 現在市場對於收水或放水 路徑是非常敏感 所以,彈乎市場突然有消息 是關於2023、2024 如果再向早或退遲 收水,市場必定反映大 今次波動最大 對加息反映最大的股票是哪一種 這個跟我們兩個月前 看美國長息 開始升的時間 都是一些所謂增長股 敏感度比較高 一則就是 他們所謂增長股 對於 大部分賺的現金流 都在未來 所以 息口亦高 對他們的價值影響越大 第二,始終由於 加息的時間 對整體市場 其實都是有少少 利淡少少 大部分這些科技股 在之前的升浪都比較高 當然,當大家開始審審的時間 沽滑都會大 所以 暫時的形勢 二月到現在 都是這樣 我自己就覺得 我之前在這裏都說過 聯儲局 一說 就說到2023年 才加息 是講過頭的 即是 你不可能一個 那麼長的時間 都 市場得一個看法 就是 一直都不交息 市場需要有時覺得加息 有時覺得減息 才有波動 不可能長期 息口問題不存在 二、三年 才加 市場 動不動 所以 我認為 先前會出現的 就是要令到 聯儲局 到 2023年 才加息 這個 講法受質疑 某些時候 就要動搖 市場才能動 市場需要上上落落 息口 亦都是市場 一個主要影響市場的因素 不可以固定 所以我自己認為 聯儲局2023年 才加息 這種講法 接下來 沒有市場影響力 這個因素 已經是次一級的因素 再講也沒有用 要用新的因素 來說市場加不加息 要走下火警 令到投資者 不要太相信 完全不會動 說到美國 我們可能最後也說到歐洲 看回最新的消息 似乎中歐、中美 中國和西方的一些角力 仍持續著 歐盟暫停了 中歐投資協定的討論 兩位怎樣看這個 做法呢 會否對中國影響大 對歐洲影響大 對資本市場影響 我自己認為 中國 和歐洲 中國和美國 美國和 歐洲這幾個國家的關係 不是那麼簡單 中國不可以當歐洲 會和歐洲聯繫 聯繫 對付美國 歐洲和美國 在意識形態 社會模式 是接近很多 他們一定是 關係比較親密 歐洲聯繫 歐洲聯繫 對付中國 是一個常態 歐洲 有時 撇離美國 和中國有某些協議 只是一些個別現象 偶然出現 而且 不鞏固 所以 出現 中歐合作 有時會出現 有時會出現 因為美國可能只是顧自己利益 顧不到歐洲的利益 歐洲 尤其是德國 法國 會有自己的需要 會有些情況下 和中國有些協議 但中國不可以那麼肯定 這些協議 處於 特殊情況下 取得 一有變數 便可能沒有 所以要珍惜 要維繫 如何維繫 中國必須有 對歐洲的特殊政策 不可以每次對歐洲和對美國一模一樣 尤其 中國在意識形態上 不可能 每次對歐洲 唱得那麼反調 有一些 在西方國家 普遍接受的 價值觀 有些是 人類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在歐美 民間都普遍接受的 中國常說是人類的 命運共同體 有些事情都需要共同的理念 或者中國的模式 都吸納了這些理念 才可以 中和一下 和歐洲的矛盾 現在 我見大陸民間 對歐洲 很多看法 都是 採取一些 負面一點 負面一點的看法 或者 強調兩者的差異 甚至 自己那套 勝過別人那套 就會將歐洲推向美國那邊 所以要和諧一點 我相信對 資本市場應該是更加正面的影響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我們的網頁 或者我們的頻道 可以多看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